外船啊 台湾利润的龙头老大一年有多少利润呢 是30个亿台币 四年下来有120个亿台币 如果人家就给他一次给了20个亿的台币 你说这票会不会愿意逃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谁当台湾的立法机构的龙头老大真的那么重要吗 谁干上这个院长真的如此重大吗 答案是还真的没错 那为什么院长变成是兵家必争之地呢 原因很简单 是许多的法案要通过就得靠这个院长 还有一件事是院长可以主持整个议事规则 换言之啊 如果你要来找民进党的麻烦 院长呢可以透过各种议事规则的巧遇安排 来让民进党非常麻烦 这样一来 如果院长是韩国瑜拿到的话 那好 那整个未来的四年民进党可就遭殃了 这个事情呢 其实大家都磨到磨磨在等着看好戏呢 问题是这个好戏 大家真的看得到吗 因为啊 现在三党似乎有一个另类的共识 那就是几乎民进党 这个游锡坤可能就会拿到院长的位置 可是民进党明明票比较少 又为什么会拿到这个位置呢 民进党 他们党内就是只有51票 而国民党就是有52票 不分区又有两票 那么请问 这样的结果 难道真的国民党还有把握能够胜吗 再者 他没有和民众党未必真的互动那么良好 就只要看看民进党的万年总召 柯建民 他话是放得非常的不好听 也就是说他直接说 民众党的八票呢 就是废票 这样一来 是不是他们根本就是不要民众党的票呢 还是只是固步一振 这样说好了 他之所以敢说民众党的八票是废票 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众党呢 根本也不敢明着来支持民进党 可是民众党也不敢去支持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赖庆德已经喊话了 要跟他们搞联合政府 既然要搞联合政府 如果你完全不试像的话 那么到时候就一点饼也不分给你民众党 你不就美戏了吗 偏偏民众党又要演出了他们自己是公正的 而且是要和整个国民党来联合制衡这个民进党了 那他如果两边都要 一边要民进党利益 一边又要制衡民进党 那你说他可以演出什么 最好的办法就是蓝绿各投四票 也就是说投给民进党四票 投给国民党也四票 这样一来 这还真的就变成是关键的小党悲哀 以前人家说是关键的小党 因为这八票至为关键 但现在如果是八票废票 那就是小党变得十分的悲哀 这种情况就好像美国给台湾许多压力一样 台湾就变得非常悲哀 如此一般 那如果柯建民说的是事实 民进党他那个票确实也等于废票 因为蓝绿各投四票 确实就等于废票 那其结果到底要怎么样才可能有票 留到民进党那去呢 简单的说 除了五党结论两票 必须要各分一票以外 你还是至少要有一票 留过来民进党这里 所谓的一票 什么意思 因为国民党是自己有52票 只要留一票过来 那么民进党就会变52票 国民党就变51票 如果武装机两边 大家是各拿一票 因为武装机人家没有压力嘛 那么两边只是各增加一票 国民党又回到52 民进党又占到53 如果民众党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是各拿四票 那么就是57对56 这样一来 整个政治的损伤对于国民党来说 可以说是最小 为什么呢 因为等于国民党只有一个人跑票 或者只有一个人叫做退出国民党 变成无党籍 而把这个票给了民进党 这样一来 我们可以假想 如果只需要这么一个关键的一票的话 那情况可就简单了 可以说呢 很简单 如果他就只需要这一票 大家可知道 外传啊 台湾利润的龙头老大 一年有多少利润呢 是30个亿台币 四年下来有120个亿台币 如果人家就给他一次给了20个亿台币 你说这一票会不会愿意跑了 而相对来说 如果这个人背后他有官司 如果他这一票他不愿意给 他反而后面有牢狱之灾 你觉得他是选择有个20亿台币 还是他宁可选择 他只有牢狱之灾呢 我想大家不言自明 这确实是一个公立的社会 那么在这么多选立法委员的人身上 要找到一个是这样合适的人选 而且只要一个 您还认为难吗 看起来答案已经就在我们的 这个分析架构中了 感谢你的收看